字幕視頻 嗨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老郭世界 今天介紹的是姓長 那因為我們在拍攝的過程 其實會參考很多東西 那網友提供的我們就不要講 基本上是主要來源是這個 記合所 日本有個記合所 這應該也是玩家設的 這個記合所的網站是很適合新手玩家 或者是你對這個現場有興趣的玩家 你還不熟的人可以來看 那他非常的用心 他從早期一直把所有的任務 跟一些地點 還有過程都給他記載下來了 我們來講一下他是不同的章節有更新的時候 連天樓厲害的是在天樓他都幫你編進來了 就表示說這個網站是有在更新的 因為有些早期信長的網站 不管是中國或台灣的 很多人都已經不更新了 因為他沒有玩了 有些玩家已經沒有玩了 所以他就更新就不更新 那因為現在也有很多新的玩家 他又重新回來 中間會有一些空檔 他忘記了 他忘記怎麼玩了 或者是說他就是全新的玩家 所以變成說你要注意一下 像這個 有些細節啊 他會有一些日文的介紹 怎麼強化情報 那如果說你不懂得怎麼樣去看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 瀏覽器按右鍵 EGO可以 然後Google也可以 就直接把它翻成中文就好了 有沒有看到 直接翻中文了 現在世界已經統一了 任何的網站 他都具有可能幫你翻譯成中文 當然 這個拍得不錯 你看 結合魔法器 三種元素可以安裝在 脖子上 就是項鍊 可以安裝在項鍊上 有沒有看到 他有很詳細的說明 當然有些細節他可能翻譯會有疑問 可是基本上 你看看 連魔導力的所有的項目都可以列出來了 黃金 就是他們說的陶 陶金 陶金四元坡 你看 二十幾 無光特景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其實很多東西 那個他們 在內容都寫得非常不錯 當然唯一的缺陷就是 這個地圖 地圖 就是 因為我們有時候 這個 像陸海空來講 陸海空來講 陸海空來講 龍羽門 你看他沒有網友跟你講 可是問題是 沒有地圖 他沒有地圖 那你上野 有沒有地圖 有 有上野的地圖 可是他沒有告訴你 在那裡 可是迷宮地圖沒有 有的有 有的沒有 連怪都幫你寫出來 所以變成說 地圖的東西呢 有兩個方式 一種你就實際慢慢跑 為什麼 你慢慢跑還是跑得出來 因為你畫一下就可以了 用手畫一下 或者是第二個方式 像我們農民們以前用跑 是跑到記起來 因為你只打主線 那如果像健身的話 其他會有 附資的任務的時候 看一下 因為蠻多人在問 問到有點 怎麼講 因為 現在 玩家已經進行到一個程度了 那我們回歸回來一段時間 那因為 後面還會有新的出來 我們不可能去 一直告訴你舊的怎麼打 然後能夠錄的也有限 當然我們盡可能去錄 可是 像 陸來空我錄好了 那可能我沒有時間放上來 可是最近很多玩家一直在打 這個擴艙 我們來講一下擴艙好了 最近很流行 其實大家注意看 他這個東西蠻多的 他會給你一個方向 他會給你一個方向 像你看這就是道場 道場女孩的道場的任務 等等等等那麼多 這個是鳳凰之上的秀吉戰記 秀吉戰記 等等等等那麼多 還有旺雀 還有城下定 加成團 加成團 有沒有看到 加成團有告訴你一些細節 不懂 向右按右鍵 按右鍵 九九立 九九立 你看 九九立的話 我那一天大概測一下了 這是九九立一欄 你看到九九立一欄 所有的九九立 人家都幫你列出來了 日本人真的很厲害 他們願意很花很多時間在記載這個東西 當然有可能是官方的攻略 可是其實你看到有在修正的東西 你看還可以結合到這個 你看 新春來風 新春朝夕 朝复 那合成了 合成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我那天有測的 有測的東西 你看 合成補足 他用九九珠去補足 高級的九九珠 力量加強是怎麼樣的珠 九九的力量 然後這邊本命 這個東西就是那個 合成的主要的力量 主要的因素 你看 本命武器水準越高 也就是 表達數越多 表達率也越高 因此水準越高越好 所以後來才發現 才發現就是說 我測試也是實際狀況是這樣 我會在拍幾九九的內容 你要先把你的武器升等升到高級的 升到高級的 譬如說22以上 因為大部分的九九力都到22級 那最高可以到30級 你升到22級的武器 再去做合成 會出現的屬性 那個效果 會比較好一點 會比較好一點 那當然你兩把合成的武器當中 如果有高級的屬性 也就是說它可能有 級 或者是淘金的什麼的 贏的金的 或許不是你要的 但是你用兩把 22級以上 屬性內容是好的 也會提高它合出淘金的機率 這個東西 至於是哪一把合哪一把 這個東西 活動拿的武器 出現淘金的機率很高 這是這樣子 因為活動的武器 相對一般的武器好很多 九九珠 有沒有看到 會表達祕法或吉義 任意的武器 在吉義武器中使用九九珠 有時候會表達精髓 五五 五五五 所以這個九九珠 九九珠是很重要的 你看 如果你的合成材料裡面有陰影 它容易出現金 黃金金就會出現黃金 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的屬性 屬性內的東西也是很重要的 它把各種可能的產生條件 都告訴你了 合成一定指向三十億以上表達武器 產生三位掉的武器 霸道等等 你有沒有看到 它這裡寫霸道等都是可能的 也就是說 要合出 銅銀以上 只要你高級的武器 無差銀需要九九珠三 合成一定指三十億以上 合成一定指 翻譯還是還是有點問題 沒關係啦 這也有講 合成的秘訣 合成先武器 素材武器 九九利的發現數 因為九九利發現數的話 就是你 就等於是八格對八格 八格對八格的發現數就高 然後再來等級高 然後武器的性能 這個性能我就很難看了 合成十的九九珠 九九珠 九珠就是三啊 四啊 好像三吧 最高三 還有一些計 我現在比較不懂這個武器的性能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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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講 性能 性能會不會是他屬性裡面的好一點 就是說你越多 越多金的去合 越容易出現 逃 逃金 越多贏 性能 好 我們來講一下最近的這個 他們在狂打 因為這 這一招好像沒什麼事 他們在狂打這個東西 最下面 在哪裡啊 看左邊 他有一個 最近我發現很多玩家 一直在打這個東西 哎呀 不是九九粒啊 有沒有看到鬼神粒已經寫出來了 然後工程戰 這個是 這個是日本已經實裝了 台灣還沒有 台灣可能要到七月 這個東西要到七月 所以現在 有一個空檔 大家毛錢在打什麼 打打打打打 打 我怎麼找不到 找不到 還有大家看一下 他有的 已經沒有了 他就把它刪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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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些是 可能以前有啊 現在沒有了 鬼神力 逃取正 欸 為什麼不見了 來 我們再頂一下這個 路海空好了 我們從那個文章裡面去找 這個 浴長方擴張錶 這個 浴長方擴張錶 這個 路海空擴張 我可以 我可以確信 這兩樣東西 現在目前很少拿 很少去做到 因為有些道具 是直接打到就可以用 擴張 有些是不行的 他要經過一些步驟 那可能要 打到這個 打到這個東西 去上野找誰 他幫你做成這個 然後再去找什麼挖格的 再幫他做這個做成這個 還是什麼的 反正 他這個是有順序的 有順序的 然後再去找這個 去做成這個 到最後變成這個 這個再拿去教 所以我相信 這些東西 很少去這樣做 可是像 有些東西 他是直接拿了就可以合了 他直接拿了就可以合了 那浴長班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印象中 有很多東西是 這裡 這個 你看到 他有做連結 來齁 我們目前有一些共倉 建議大家去買 因為倉庫絕對不夠用 再來是 我們的浴長班 是可以增加的 浴長班是可以增加的 那浴長班的擴張條件 我們來看一下 找一下 他有 浴長班擴張 出張 浴長班的擴張條件 剛剛有看到他蓋 找一下 這裡 來這裡 這裡 這裡 這個呢 就是 你的浴長班的 擴張量 也就是說 現在目前可以擴張到250 也就是 你如果原來是100 再加250 你看擴張 擴張可以做到多大 那我不相信有人做完 當然你可以跑一下這個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連我都沒有跑完 來看一下 生日兩次 就表示什麼 你至少晚兩年 他就給你兩個 每次好像十個吧 然後再來 這個 這個就是你的 新兵 新兵任務裡面 他有一個 有一個 那叫什麼 有點像TD 裡面 可以換銅錢 有點像TD 新手TD裡面 那一個 不是縫某那一個 這個就是進去裡面 銅錢滿的時候 可以去換的 他那個 道場 新手道場 也不是新手道場 這個要試一下 因為他 可能是不是有改 可是我們以前就是TD TD 以前進TD的時候 你要進去一個房間 裡面 有一個老翁 他就是讓你用銅錢 你去打TD的話 會掉銅錢 銅錢就可以在裡面買東西 買家具 當然大家都買這個 就是預償換擴張 就這個 所以解TD 是可以解 至少1 2 3 4 5 6 60格 銅錢 然後再來 妖魔鎮 就是去打 會掉這三樣東西 又10 10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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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 然後在陸海空 他會有兩個 這兩個要做的 這兩個就20 陸海空 戰國會捲跑完 好像也有 跑完也有 怪不得有人在跑戰國會捲 這個文鎖呢 文鎖就是那個 家文 你如果有一直在升 你升格你的家徽的時候 你身上家徽 你要升級 升級才可以加屬性 然後給道具 加屬性 給戰功加屬性 那他在做升級的動作 那個奉行鎖 軍奉行 他會給你這個東西 然後你再拿去給玉長帆 他就升了 再來就是 新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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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去解 他會打到這些東西 他會鎮魚 應該是解的過程 我印象中是很 應該是前一兩成 就會有拿到了吧 這兩個東西 你到時候再看細節 有看到 贏取不可就是不能交易 就是不能交易 會拿到這個東西 那是不是有隱藏的東西呢 其實有啊 有可能有隱藏的東西 其實有可能有隱藏的東西 因為要靠玩家去找 像他們有的在擋海鷗啊 像這個捲貝殼啊 那我記得好像 那個 漆黑末好像也可以吧 漆黑末好像兩個也是可以啊 印象中啦 漆黑末兩個好像可以 那我們去看一下 那個 陸海空 陸海空 我看一下漆黑末是不是可以 因為他有些東西好像可能沒寫進來 沒關係 去海 好這個 潛耐的謎灘啊 然後他有道具啊 我們看到 不老密要健聖 這個東西就是 旁枝的任務啊 解不解在你個人啊 他有引導 引導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那個 他走的地圖跟一般的主線是不大相同的 所以你可能自己要找一下 怎麼走這樣子 你看 會掉東西 會掉東西 看一下 我印象中 他有個東西叫漆黑末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 王呢 王在哪裡 大海王 大海王 牛魚啊 你看牛魚會掉什麼 漆黑末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 漆黑末 然後再打龍骨二 秘傳書 蛤 不是給倉庫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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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印象中以前 七天末兩個是可以開擴艙 沒關係啦 反正大家就參考看看 然後像這個 這些秘傳書 是可以讓你生產 這些東西 那我是沒看過 有槍的秘傳書 你就可以做迅雷槍 然後 有一些秘傳書是 應該是 裝飾道具裡面的項目 裝飾道具裡面的項目會有一些特殊材料 那除了尚未採之外 或者是一些特定的迷宮或者是 角色掉落的話 那這些材料包含這個秘傳書也是 有些材料其實是很稀少的 你不見得買得到 可是大家會打到之後丟在倉庫 像我倉庫也有一大堆沒見過的東西 這是信長的特色啦 就是道具多 那他不跟你寫說明 然後 我是建議官方要寫說明 他又不寫 所以你這個東西打到最後你就忘記他是從哪裡來的 他有什麼用你也不知道 其實我是覺得他做個 做個系統 我之前有建議GM 做個系統 去針對所有的材料所有的裝備 做說明 那 譬如說 如果你有看過那個 境界線上的地平線 他裡面就有這個系統 那個卡通 他就是說你今天一個道具 那如果說 如果說啦 你能夠 讓 玩家幫你去補足 也是可以啦 補足那個位置 就在哪裡打得到 你就設一個系統 讓 玩家可以在上面 註記 文字 或者是官方的網站 就是說你點的那個東西連結就會到官方網站去做 文字新增的動作 會比較好啦 不然 這個大資料庫 應該目前來講要做也是非常難 因為東西太多了 所以變成說那個 建議官方是可以這樣 譬如說這個材料從哪裡打的 然後 他是做什麼用的 甚至可以設定位置 我寫一個位置 讓玩家自己輸入 或者是官方就直接寫了 因為現在很多 線上遊戲的 說明都有做了 譬如說甚至他幫你點的就到那個 地方去了 譬如說 我要這個材料 我搜尋到了 這個地方有這個材料 然後他要到哪裡打 我點了 可能就直接就 跳到那個位置去 或直接往那個地方走 那我們可以不用做到那樣子 至少可以告訴我們說 譬如說打某個地圖的 什麼角色 會掉 或者哪一隻網會掉 或哪個迷宮會掉 然後下面說明說 譬如說做刀的啦 做武器的啦 做衣服的啦 或做裝飾用具 或做 藥材 或做材料 這個東西可能建議寫一下 就這樣子今天介紹這個 祭和索啦 很重要 很多新的玩家應該建議你來看 那至於 墻內的你可能要爬一下墻 爬一下墻 出來 蠻多玩家都是參考這個東西的 他是蠻不錯的 我覺得這些蠻不錯的 你看新野山 幾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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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到美樂而已 這個很難 第五樓非常難 五樓要開門 像你這個怎麼打不知道 你就翻按右鍵 翻譯了 好 新野山的獎勵其實還不錯啦 其實這獎勵其實還不錯 看一下獎勵 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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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交換 看那麼多 這麼多好東西 鋼的龍手從這時候開始 王冠 這個擴槍 擴槍 你只要打到 道具 有這麼多擴槍 霸道的裝備 然後蜜藏品2 紙輪 蜜藏品 蜜藏品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封印很重要 為什麼 以前大家都一直在打這個 風印交換 它有一個古的修改書跟古的入魂書 這兩個東西 奇蹟蜜藏品 奇蹟蜂語書 我是忘記怎麼弄的啦 可是印象中這個東西 就是好像 翻新 翻新你身上的裝備可以提高 一些素質啊 或者是 把你的 那個 裝備的耐性恢復到原始狀態啊 印象中啊 然後還有一些 上限 上限修正 像這個你看 上限修正 加上去這樣子 以前會很在乎這個東西 但是自從 夢幻城出來之後 密實已經拉高到47了 這些素質就變得比較沒有那麼重要了 因為以前 我這個 還可以擴長翻 以前 以前那個什麼 上限250 跟255 它只顯示250 可是 上限是可以破到255以上 那時候要靠什麼 要靠這個 靠這個 靠這個 去突破 突破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說 有人那時候發現 突破輸出的值 是高於 上限值 的時候 但是你畫面看不出來喔 你畫面還是寫250 或者是255 可是他上限可能已經突不到 300了 他所砍出來的數 那時候是都用5億在測吧 所砍出來的數值是高好幾千 那時候 現在都沒有了啦 現在都設上限了啦 什麼都沒有了 哈哈哈哈 後來 以前的上限是假的 現在的上限是真的喔 哎呀真是 這樣對於一些追求極致的 日本玩家或者是 正常玩 一些比較有錢的玩家 現在的東西都是盡量傾向就是 用課金買的是最好的 好像客機買的是最好的 那其他人就是用錢買 可是問題錢也不見得買得到啦 因為現在物價飆到千萬 千萬起跳 幾億啊 那怎麼可能買得起 我們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要反映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物價膨脹的那麼厲害喔 那官方又設了一個金錢上限 那窮的人永遠就是窮在那邊啦 因為你沒有辦法花很多錢去買 你的 這個 物資啊 然後像以前的話 錢沒有設上限嘛 除了買賣之外還可以做一些 採集的交易 那你有沒有發現現在採集交易都很少 現在都拉電了 可是你一直 沒有辦法去確認說到底什麼東西是最缺的 無法去確認 做什麼是最賺錢的 所以是不是應該要 列一個 統計表呢 這個東西也是可以官方去測 就是說你可以在 事實上面去 列一個交易排行序 也就是說 你不要用金額 用數量 用數量 每個禮拜 你的 市集 有交易的 數量 最高的 品項是什麼 你做一個統計表出來給玩家看 我會覺得這個會更有效 給 新手玩家想要賺錢的一個目標 也就是說譬如說 療商單的 賣的 最高 酒光單賣的最高 或者是 哪個道具哪個裝備賣的最高 那就是 會讓新手玩家去 賣這個東西的時候 賣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知道他要做什麼 有一個方向 以前我們早期玩家都知道一些舊時代市場要賣什麼 有啦 可是現在變成怎麼樣 現在變成說 所有的職業 價業都可以 通用 那市場就會很容易打亂 因為以前是限定製造 譬如說 某個職業只能做什麼 某個職業只能做什麼材料 可是 現在價業沒有了 現在價業把握了 就變成 跟角色職業脫離了 角色職業脫離之後呢 就變成 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東西 那市場就會很分散 也不知道要賣什麼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 就到這裡 這個記合索 歡迎訂閱和分享 有任何的問題 請上記合索上去找 如果你要看我的 影片的這個 說明 那可能我就慢慢拍 九州三國治啊 還有很多人物啊 從大友家一路拍到島金家 我剛剛只拍島金家 二川 還有很多 一路打打打打打 蠻多的啦 有些東西我也沒有辦法完全做 像這個紋索 這個東西 你看 家徽啦 文索就家徽啦 家徽 我還真的不知道這個家徽怎麼用 血脈的力量要力恢復 文樣 所以家徽是會發揮他的作用的 他可以恢復家徽的力量 家徽有什麼力量 強化玉米狀 領國幣 這邊 銷毀的格式帳 古代的格式帳 格式帳是跟你的價值有關 生你的家徽是跟軍工有關 選家徽是你的 可家的屬性有關 可是這個已經破除了 以前文樣他是會有一些 基本差異比較高 現在你只要用道具 你就可以指定你想要加哪一個 所以沒有很 不像以前 不像以前 變得有點 脫步子放屁的啦 脫步子放屁 你看 你的價值 要從國政和戰裡面 去生你的 家徽的價值 要武功 武功 吳永鑽 領國幣 買這個 祖君子筆桿 哎唷 祖君子筆桿桿這個可以用 5公里是買 5公里一定要蠻多的 這邊是國影 這邊是5公里 5公里就是你 任何迷宮的 任務 點數都可以 買 你看價值在這邊 你的價值到一個程度 育長翻也是可以 擴長 看看你的價值 也就是說 我的 文樣如果 30幾 我還有機會到50 好 這裡 強化上線 哇 還有很多 文樣之力 效果時間 喔 文樣的力量 他會發動嗎 一定時間征服 那這邊還有 我是 好像沒看過他發動 就私分 好啦 有發動 反正他就跟 你講了 他那個 夭書翁可以幫你補回來 那這怎麼看 這樣啊 翻譯 加灰 其實我會覺得 這個加灰 可以設計成 跟你 背的旗子 會有 共辦效應會比較好 這個東西可以建議官方去做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我今天背哪一個 我身上是哪一個加灰 然後我背上那個加灰的旗子 的時候 相關的旗子 譬如說 我的加灰 是 前吻 那我前吻 是跟武田家的人 或者是真田家的人 有關係的時候 我身上背的旗子 如果是有 武田家的旗子 或真田家的旗子 那又 本身又是前吻 那就 產生一個共辦效應 譬如說 在迷宮或在戰場 或是在平時 你給予一定的 譬如說加血500 加氣200 或是加什麼 攻擊力 20 50 或是通通都有加到 只要配合 就加 類似這樣子 這個東西可以去設計 可以去設計 那希望官方可以聽得到 好 那今天遊戲就到這裡 影片就到這裡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可以贊助我們自媒體的 拍攝的 費用 有這個Panport可以點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 可以按讚 大家 可以做 是不是 我們 名牌 加 這邊